今天介绍一款这个献生动物的雕像 品牌是回忆博物馆 这是他们的第一款作品 非洲白犀牛 然后是和国外的这个批设合作的 算是联名或者买版权 下面看见他的包装 还有两个配色 这上有一款比较发灰白 一款比较发棕 然后他这个算是画 下面有他的介绍 现在咱就直接打开吧 他这个包装 还是做的挺实在的 比较厚实 来打开以后 先是这个黑色珍珠棉 缓缓冲 然后里边是 主体地台 还有送的一个这个 犀牛粪便模型 算是一个小配件 先把地台拿出来 这个是地台的背面 有他的牌子的logo 还有他和批设 连名罢就算是两个都有 非洲白犀牛 一比十五的比例 中国制造 这个是原型师 叫辛库珀的签名 说是亲笔签名 看是不是好像 然后这个地台是 算是算是十英时的 反正特别重啊 还是很有质感 先搁一边 下边是主体 白犀牛 咱现在就换 再把桌上说 起来起来 别在这儿睡觉了 下起下起 看看怎么搞一下 底台先放一边 因为这是第一次做一个视频的这个评测 设备简陋 只有一部手机 好 下边来介绍一下这个白犀牛 他的这个原型师对这款模型的这个皮肤雕刻是我非常喜欢的 因为他 反正风格就是简单粗暴 他没有特别复杂的细节 而且这种感觉是我喜欢的 因为我觉得做一个比如你像这个一比十五的模型 他身上有一些本身的小细节是需要忽略的 他如果做的太细 就是我常跟朋友说的 一比十五的模型 一比一的皮肤看的特别怪 所以像他做这种皮肤还是比较来卖的 但你看正好他这有这种 这光打过来 其实可以看到他有这个褶皱 做的是很细的 包括这个肚子 眼睛 眼睛 吃一脚 耳朵 而且要说的这个他们合作呀或者说联名他的价格就非常亲民了 只需要几百块钱 这个如果说买他们自己出的继配连个白膜都买不到 所以说他这个能花这个价格买个成品 而且有这么高质量的这个什么 我觉得还是很值得 我手边有一个 也是这个原型是做的恐龙 你可以拿我来对比一下 他这个皮肤就包括像这犀牛都是非常有他个人风格的 这有点大 照不进来 做的是一个阿根屏头 他的这个很多人说新做的东西没有皮肤啊 没有细节 但是我觉得像这种本身几十米大的东西 他做到这个比例我觉得就完全不需要细节啊 只需要这种大的褶皱 这种简单的粗矿的几笔带 我觉得就足够了 和这个风格 他个人特点很明显 你看能看出来 继续咱的犀牛 而且有一点说像现在国内的这个模型啊 雕像这个市场 我觉得像这种现在的风气很不好 盗版红型的市场 能用一款这种带版权 而且质量价格都很好的东西 我觉得很不错 而且他非常用心啊 他的这个脚上和这个地台的连接 它是有磁铁的 就是说 它搁在上面很稳啊 完全不会说 你怕一碰它就倒了呀 或者怎么样 它是很稳的 这款可以说是 很用心啊 看一下 那就不上转牌了 手转吧 然后咱们说说涂装 涂装其实就涂得很讨喜很简单 因为它毕竟几百块 N东西它涂装要压缩成本的 所以说追求涂得像GK一样细 也不太现实 不过这个涂装打眼去看 至少满意 颜色够写实 而且它嘴部的涂装 有一种鼻子湿润的感觉 我这个涂得还是挺好的 因为真实的犀牛 嘴巴鼻子那块是很湿的 我这有一个之前为犀牛的视频 给大家看一下 也是白犀牛 其实它的实际颜色还是偏棕的 但是这款灰白的 对雕像来说看着更入眼 所以我还买的是绘白的这款 它这个前肢皮肤纹理的细节还是很好 好就这样吧 第一次做评测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以后慢慢来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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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